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发掘十三陵 这个十三陵也是中国第一个被主动发掘的皇帝岭 本来考古专家们计划发掘的是长陵 也就是诸地的岭 他们以为应该是以为永乐大典吧 应该是在地宫里 结果长陵由于宝顶巨大 没有找到地宫入口 转而发掘这个比长陵规模稍小的定陵 这个定陵又是万历皇帝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 他在位四十八年 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这个挖掘定陵用了两年零两个月 可见当时的地宫入口还是不好找的 当时也是由于这个宝城的端有脱落 他们才根据这个线索找到了地宫的入口 前方这是林恩门的遗址 只是遗址了 这个是1644年被离子城进京的时候给烧了 包括后边的林恩念 这个是在乾隆年间有复建过 到了民国的时候又被烧毁了 这是住厨师 前面这个院是林恩念院 当时还有东西配电 七建 也是荡然无存了 中间这叫神道 这个万历皇帝是叫明神宗 朱一军 在位四十八年 二十六岁的时候 这个地宫就建好了 耗费白银八百万两 五十六岁的时候死了 这个地宫空了三十年 前方是玉露神碑 左生龙右降凤 下面是海水江牙 宝山处立 看一下这林恩念遗址 林恩念遗址是面阔七建 它是明十三陵中 稍逊于永陵和常陵的林恩念 常陵是面阔九建 永陵也是嘉庆的林 也是面阔七建 到了乾隆年间 这个硅脂缩小了 上面这些住厨师是乾隆年间的 之前这个有汉白玉栏杆的是万历年间的 那天这也讲也讲解呢 这个万历 后边三十年几乎是不上朝 不停整 甚至好多地方的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 缺失了也不不缺 弄得朝廷或者国家的机器 一度停满 这是第三进院号了 前方这个门叫灵星门 书上说是阴间与阳间的分界线 跨过这道门就进入了阴间 所以说你要来旅游的时候好多导游会告诉你 进的时候不能走这个门 这是官国进入的门 出来的时候要从这个门出来 还要大喊一声你回来了 灵星门 前面就是十五宫 十五宫后面就是方城明楼 明楼上面有一个圣号碑 这有东西配电 这东西配电是地宫内出土的三千多件文物吧 里头展示了一部分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皇帝的金丝易善官 都是直径0.2毫米的金丝 传承的 还有孝端孝敬皇后的四个皇冠 分别是十二龙九宫冠 九龙九宫冠 六龙三宫冠和三龙二宫冠 这是灯明楼的步道 先得大家看一下金丝易善官和那个 凤冠 这个我在夏天的时候来过一次 这个明定陵 这个地宫也是唯一开放的地宫 在明朝的这些陵寝中 十二十七米 前方这个就是金丝易善官 两面各有一条龙 这个技术也达到了灯空造极的地步 都是金丝 这个就是小段皇后的九龙九凤冠 上面有天蓝的宝石一百多克 天蓝的珍珠五千多克 这是地宁的鸟看图 再接着去方城名楼那边看 这就是方城名楼 当时发现地宫的线索 就是在这个宝城的西南角 这有砖石脱落的痕迹 他们就在宝城的内侧 挖了一个三十米长 十米宽的碳沟 又发现了隧道门 隧道圈 连挖三个碳沟 这就是宝城 这就是宝城 由于这个地宫深二十七米嘛 它这个风土堆也比较大 所以说断断续续 从发现到进入地宫 用这两年零两个月 去这个宝城上面看一眼 在万历 包括之前的银艇都没有月儿城 到了昭陵 到了昭陵 得陵之后才有月儿城 这就是宝城 后面就是宝顶 这个宝顶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坟头 它下面就是地宫 也就是放棺果的位置 这是宝城的内部 当时这是挖掘完以后 从这运土 这是一个隧道门 古代也是从这个位置 将棺果运入地宫 所在的位置就是宝顶 因为没有月儿城嘛 它这个风土堆没有那么大 排水系统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后续改进 修建了月儿城以后 风土堆就变大了 行啊这个视频结束了 下个视频给大家拍一下地宫的一步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十三陵 这是明朝十三陵中的县陵 也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 明仁宗 朱高赤的陵 朱高赤就是明朝祖朱蒂 也就是永乐皇帝的长子 他是接到永乐皇帝的班 他在北时间不长 在北九个月 在北时间比较短 但是很体恤黎明 政策宽泛 当时也被评为明君 实际上记载如果他在北时间如果长一些的话 可能可比西汉的文帝和景帝 他的儿子就是明宣宗 朱真基 也被后人 表明为人宣之志 他的陵母规模比较小 因为他在北时间短嘛 他就对他的儿子说 我在北时间比较短 也没为大家做出什么贡献 所以说我的陵母不要见得那么奢华 简朴一些 因为他前几代皇帝 包括他的父亲周地 现在长岭规模就比较大 还有他的曾祖父 不是他的祖父周元璋 明孝陵现在也是规模比较大 所以说他就要求比较节俭 现在规模就很简朴 是明十三陵中规模 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清朝的时候 他那个陵营殿遭受雷火被毁灭 到了乾隆年间 又把他的陵门陵营殿 规模又缩小了 到了清末民国的时候 这些个建筑都是被毁了 包括在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为了修建炮楼 把第一个院落的围墙全都给拆了 相当于第一个院落全部是废墟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二个院落 这是灵营殿后边的单孔石桥 这是三座门 在里边是灵星门 咱往后走一下 在后边就是方城明楼 这个明楼 最早是木质结构的 到了乾隆年间给换成条石结构了 现在保存的就是方城明楼 宝顶 这个宝顶直径应该是在150米左右 一样明楼组 像明星组朱地的 宝顶是在300米左右 转一圈就要一公里 皇家帝王的陵墓叫陵 咱们老百姓的叫坟 好多王爷的就叫墓 如果说某个陵肯定是帝王的坟墓 行,这就是县陵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明十三陵 前方这个是未开放的德陵 德陵就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 明熙宗 朱游孝 前方就是朱游孝和他的皇后 张氏的合葬陵 前方这个是神功圣德贝 明十三陵龙 只有永乐皇帝的神功圣德贝是有字的 其他都是五字贝 龙首归夫 前方就是陵阴门 再过去看一下 这个明熙宗朱游孝 他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木建皇帝 在位七年 十六岁登记 二十三岁就死了 年号天起 这个明熙宗就是崇祯皇帝的唐兄 也是明光宗 朱长罗的长子 他在位期间有一个大奸臣 也大太监 魏忠贤 还有他的卢母 克室 好像那个字不念克吧 说是念妾 就是这个克室和魏忠贤 权清朝野 这个木建皇帝也是 不履朝政 只专心做他的木匠活 不过他的木匠做的很优秀 发明了好多的东西 当时的时候 已经爆发了很多的 很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还有努尔哈赤 建立了金朝 反正是不理朝政 在位七年就病死了 这个德陵当时也是建设交给了 崇祭皇帝 明司宗 朱有简 当时也是镇压起义 国力 匮乏吧 国库空虚 这个德陵也是 靠了好多大臣的募捐 才得以建成 它分别是前面这个灵恩门 后边又是灵恩殿 三座门 灵星门 方程明楼 宝顶 它这个也是有月圆城的 这是排水沟 这个是到了乾隆五十年 又进行过重修 后来李自成攻打北京城 把这个灵恩门给毁了 这是后期重建的 在零三年后 这个地方就列为了未开放区域 不能进去了 这明十三陵中的 德陵 庆陵 还有 昭陵 都是有月圆城的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哑巴院 后来清朝 清东陵 清西陵 就是根据这三个陵 建设的陵墓 也有哑巴院 在之前 其他的明陵 都是没有月圆城的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在哪 你像清朝那些地宫入口 都是在雅巴院 流离隐蔽的下方 我们当时看过 四喜灵被盗 就是通过流离隐蔽下方的 灯口进去的 木刀的位置也是 当年郭沐若他们计划发掘长岭的时候 找了半年 都没找着 地宫的入口 他们可能是一位 永乐皇帝 墓葬中有永乐大典 至今 长陵还是保存完整了 再往前走一下 前面能看到 保存 保顶 定灵被发掘也是有一个偶然的原因 因为它那个保存 下面的砖块有脱落 所以说考古人员根据 脱落的位置 找到了金刚墙 进入了地宫 当时也是发掘了 陆陆续续的 发掘了半年吧 在建筑定灵地宫 清朝的陵墓 只是仿照了 明朝的地上建筑 它不知道地下的格局是什么样 所以说清朝的好多陵墓 都出现了 渗水 被盗等 这些都是在 乾隆五十年 修缮的 当时乾隆也是为了缓和 马汉之间的矛盾 修缮十三陵 它也是把这些 零一点零个门的间量 从五间变成了三间 缩小了 这个围墙大概是三米 上个视频我去看了 永灵 嘉靖皇帝的灵 它的围墙大概是在五米 它也是在明十三陵中的 第二大灵 这个德灵的规模应该算是 中下等吧 不是很大 明十三陵在 清末 民国年间 也是遭到了很多的破坏 这就是宝城 宝城就是 宝顶一圈的围墙 这陵墓也在不断的演变 到了昭陵 庆陵 德陵后 这排水系统就见得比较发达了 这样地宫不容易被淹 口就是从雅伯院 也就是岳岩城的位置 排出水了 留在了外边的 河沟中 这也是排水口 这都是很大的石头 公益姓公墓 这个地方在明朝的时候是 只允许皇家的人 往这里边买 其他的都要迁走 好像 住地的时候只留了一位 八十多的老人 没有让他迁走 其他的 老百姓的墓都要迁走 坟墓 这宝城这一圈也差不多有七八百米 就不往前走了 嘉靖皇帝的陵墓 转眼这一圈是一公里 光着宝城 他的宝顶是直径是八十一帐 行 这就是明西宗 牧家皇帝的陵墓 好